就像侯友宜在好幾份民調當中 他的支持度都是墊底的 工黨內挺郭派立委陳玉珍就開炮 他喊出要求黨中央設立一個房磚條款 也就是說7月23號全代會前 民調不得低於15%的支持度 引發外界揣測 根本就是在替郭台銘鋪路 也難保2015年的換柱之亂 不會重演 房磚15%那不是就也是谷底嗎 設這15%有意義嗎 不是設這個趴有沒有意義 而是如果有這樣的宣示效果 這樣可能會讓民意有影響 新北市長侯友宜民調接連 調車位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開炮設立房磚條款 該換就換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 一級民調起不來的話 要黨內還是要去做一個選擇 做一個抉擇 我們不能一直就是讓他一直就 就真是一直這樣一直耗下去 這所謂房磚條款就是希望黨中央 設立底線723全代會 且民調支持度不得低於15% 若要換人還得和立委提名人 一對一諮詢合議的總統人選 換侯風暴山與欲來兩位表態支持的 過去都是挺郭派欄尾 引發聯想唱衰侯友宜為郭台銘鋪路 來因難道真的會重演2015年的卵局嗎 一定會勝利 當年國民黨換柱風暴前 也設有30%的房磚民調 洪秀柱雖然過關被提名 但後來民調只限下滑徘徊在15%上下 最終換人 如今最新中廣蓋瀑普民調 侯友宜支持度17.93% 距離歷史重演 只有幾步之遙 團結在一起會跳得更高 走得更遠 最終我們一定會贏 侯友宜倒是信心十足 兩屆主席同樣都是朱立倫 2024訴求政黨輪替 當前國民黨聲勢暴跌 又有何能力整合在野非率 柯文哲主席確實是整個在野陣營中 現在呼聲最高 而且聲望最好 能力最強的這樣子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真的要達成這種非率的整合 那應該反而是國民黨來支持柯文哲主席 侯友宜想重新打響自家百年招牌 挽回民心恐怕海底 這把今天記得 吳永安 廖偉宏 採訪報導 金다린社交平地 層面